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跟著嘉儀去運動的時間 今天大家請到的是簡文燃治療師 嗨 大家好 我是簡老師 好久不見 新年快樂 好 現在是過年期間 過年要做什麼 就是懶在家裡大吃大喝 但這時候可能也會有一點點罪惡感 所以快點打開我們的影片 跟著我們一起動一動吧 今天簡文燃治療師為大家帶來的是 針對小腹所做的運動 好 第一招叫做八爪章魚 八爪章魚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 因為很多人說他每天做仰臥急 做了半天 小腹還是小腹 我們八爪章魚就是利用這個八爪 前面八跟手指就八爪 然後章魚從插腰 插進去以後 從這個小腹擠一團出來 擠肚子 你不要跟我說沒有 一定有 擠一團出來以後 這一團 說進去 說進去 這是護衡肌的訓練 因為很多人不懂得練護衡肌 第二個也很簡單 叫做舌形交叉 講的是手往上延伸 大家知道 一眼往上延伸的話 肚子就容易縮進來 因為平常你會習慣這樣凸這樣對不對 往上延伸就肚子縮進來 縮進來又要你還要做交叉走 你可以這樣來走 或者就這樣交叉 交叉 因為你一交叉 有沒有 這可以練到護斜肌 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們第二招結束 好 第三招 第三招呢 就是吸走相合 它是練到一個腹部的斜肌 膝蓋跟手肘對側相合 一 二 三 所以我建議你先做單邊 單邊先做 做熟練了以後 再交叉 換一邊 換一邊 吸走相合 吸手相合 這是簡醫師帶來的第三招 好 那第四招呢 第四招難度有點高 不過沒關係 你如果站著不方便做 你可以坐著坐 這叫手足相會 手足相會 我們剛剛不是吸手相合嗎 腳伸直以後 抬高手碰到它 一 二 三 四 這可以練到腹肌 又有點斜向 換對邊也是一樣 一 二 三 四 那你如果站著不方便做 我鼓勵坐著也可以坐 坐著你就這樣做也可以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坐 所以如果你過年看看電視 你真的覺得好像有一點罪惡感 你就稍微動一下 今天針對小腹 簡文人治老師設計了四個動作 這四個動作雖然說 跟大家說是針對小腹 其實它也有點全身性的運動 有沒有看到我們兩個其實有點喘 如果過年的時候 你在家裡看電視啊 或者是吃零食 你真的覺得有點無聊 身體有點僵硬的話 其實馬上看著我們的影片起身 跟著我們一起動一夢吧 跟著家裡一起運動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動一動更健康